好,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說明怎麼把Archicad的圖呢 跟其他的圖檔來做轉換 首先因為我們剛剛就停在3D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怎麼樣轉換 在Archicad裡面呢 有幾個重點 你要輸出去之前 你要丟到Sketchart Atlantis之前 你要有心理的準備是 你所有的材料呢 都要指定好了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要丟出去之前 這上面的材料如果你現在這樣看 內外都是用這個塗料1 那到時候它的材料就會一樣 比如說你貼這裡 你要貼磁磚 它這個也會跟著更新成磚磚 所以如果你有不一樣的材料的考量 你必須在Archicad裡面 我們最早的時候是因為 想說先簡單的這樣做 所以沒有個別的去設定 每一個地方的材料是什麼 可是如果你要丟到Sketchart 丟到Atlantis或其他軟體在做上材質打燈光的時候呢 你這個材質呢 最好全部都重新檢視過 讓它是真的你想要的 至少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外牆也跟這裡面一樣 是用塗料1 那你至少外牆也許你要改成塗料3 類似這樣 那要怎麼改 只能慢慢一個一個改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真的要改的話 你必須要 比如說這道牆 你去看你想要這個地方不要鎖住了 那你想外面塗料 比如說假設裡面這個我改成 假設的 我說塗料8 這樣 它這邊改顏色了 就是你要改的顏色 你在這個地方就把材料的顏色全部對應起來 那那個材料是不是真的是對的材料不重要 也就是說它其他軟體真的在對應的時候 它會再重新對應過 還有其他方法 那至少你要在這裡把它變不一樣 這材料的部分先提醒這樣 要在Archicade中 把不一樣的材料區別出來 那個區別不一定要用真實的材料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在轉出去之前 你必須要去簡化你的模型 有一些同學會覺得 我就全部先把它輸出去 我再來處理 不對 有時候你只要做外觀 那你可以甚至把裡面的樓梯都刪除掉 裡面的家具都刪除掉 有時候你只要做二樓 那你請你把一樓啦 外觀啦 主要的外面看不到了都關掉或刪掉 這樣的好處是讓你的模型盡量精簡 同學通常都是這個時候來 你到後來就會很辛苦 因為那個最長的時間你會發現 都是在等電腦渲染 那為什麼會久呢 只有兩個原因 模型太大 第二個是燈光太複雜 就這兩個原因 讓你的渲染的時間 超乎你想像的多 的久 所以請各位記得 第一個是材料指定 第二個 你要調整你的模型 看你是 比如說只看外觀 那就把內部的家具刪除 如果只看內部 那就把外面的東西刪除 你只看一樓 把二樓刪除 類似這樣 簡化你的模型 那當然如果你是做動畫 沒有辦法不整個模型 那就另外另當別論 如果你不是做動畫 純粹的透視 消點透視 或一種圖式的說明的話 就不需要把 看不到的東西給放進去 這再說明一次 那另外呢 加具 盡量加具 不要在Archicade裡面放 那我們這個是因為 跟圖面設計啊 這個有關 那如果是要談到做3D 你會後來 你會發現 譬如說我在這邊 放了兩張 這個椅子 但是呢 我 譬如說我在透視的時候 我想調整它 就沒有辦法調整了 它會很難調整 所以呢 在這裡面 盡量不要放家具 到Sketchup 或者Atlantis 最好是到Atlantis 渲染材質的地方 它允許你用 家具的方法再放進去 你在 那個我要另外說了 再放進去 不要在這邊 就全部都擺滿滿的 有很多同學在Sketchup 就做完了 而且 阿吉家就做完了 而且把樹也種滿了 那一來你真的要做模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好困難 因為它動不了 然後你到Sketchup 也有人 把所有的家具都丟上去 那也一樣 會造成你自己的困難 所以最好 所有的物件 最好 可以移除來的 另外插入的 你就另外在Atlantis 裡面插入 千萬不要在 阿吉家或Sketchup裡面 把所有的家具放進去 好 這樣完了之後 我們就來談它的格式 現在我們3D 我們先講3D 3D這樣 如果你要輸出一個3D 你就必須在3D的模型 這個視圖的狀態底下去 去輸出 如果你是要2D的 比如說你要輸出一樓平面 你想給別人看 AutoCAD的圖檔 那你必須在平面上 你要3D 就必須要到透視圖上 這兩個 就是看你在哪裡 你就可以輸出哪一類型的圖 比如說我現在輸出這個3D 如果你不希望它出去看到是斷掉的 就這樣 裁員斷壁的 那你就不要 好 你這個3D的視窗 這個剪切就不要打開來 這樣出去 如果你想要看到 是這樣的模型 那你就只要這樣出去 好 這個還是有用 那如果假設這樣 我們要怎麼出去呢 在這個地方選 另存為 好 在3D的狀態 請你存存3DS 好 存存3DS 好 儲存的時候呢 它會問你單位 好 這先都不要管 只有這個單位的具備要注意 一定要millimeter 好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音字的國家 我們是公字的國家 所以一定要millimeter 然後按確定 就可以了 它就出去了 變成Class15的3DS 出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到Schedule 我現在已經放進來 你可以在 比如說在Schedule 你可以在檔案底下 選 匯入 好 它就會匯入 這時候就可以匯入 但是記得 這裡有個選項很重要 這兩個要合併 你可以等一下試試看 不要合併 那這裡 剛剛我們去選公里 對不對 MM 但是很抱歉 很奇怪 到目前為止 很奇怪的就是 它一定要選公尺 才會是準 準確的 這個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不曉得是到底是Archicade 有問題 還是Schedule 有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那邊millimeter 這邊一定要選公尺 才有辦法正確的輸入 好 按確定了之後 它就會把這個模型給 放進來 它已經 等一下 再來一次 好 它會放進來 看你要放哪裡 好 又看到一樣的 又有一個模型進來 它會讓你帶著跑 看你要放哪裡 好 好 要放 以原點在一起 才會放同樣位置 好 你要放這上面 好 它就另外一洞出來了 好 這是講輸出的部分 我先不講Schedule的操作 我只是純粹講說 你怎麼丟到別的軟體呢 就是存成3DS 丟到別的軟體 那Atlantis呢 如果你打開Atlantis也一樣 去打開 打開 那你也可以打開3DS的圖 它這裡不能存成3DS 還是要到Schedule 存成Atlantis才能 好 如果要丟到Atlantis 必須在Schedule底下 轉存為 3D的模型 要存成Atlantis 4啊 3啊 5啊都可以 現在因為有5版了 所以可以存成5 好 假設這個5版 好 Class 15 這樣也可以 那是從 我現在是要稍微區別一下 這Schedule輸出去了 好 如果我做完了 修正完了 我就要丟出去 那如果在Archicade裡面 也可以 我們剛才是輸出成 這個3DS嘛 如果你現在已經沒有做任何指定 我想直接就渲染了 好 時間很趕 那一樣 另存為 這裡選 Atlantis 5 好 這樣也可以 這樣的話就是 從Archicade出來的 Archicade出來的 就從Schedule出來 就這樣 好 這個就不用管 反正一樣 你就按Export 輸出 好 差不多就輸出完畢了 好 那我們到Atlantis底下 你可以打開來 到剛才1 看你放哪裡 看你放哪裡 我現在是先暫且放第15課這裡面 你看 就Archicade AR 和Schedule 比如Schedule打開來 它有兩個模型的 好 這就出現開始操作的畫面 看不到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現在天空的時間 這些再說 好 那 在 你打開Atlantis的時候 它有一個demo版 你先按demo版 好 就可以進去先操作 好 現在請各位試看看 把Schedule 把Archicade的圖 好 匯出 另存為 3DS 放進到 這個Schedule裡面去 3DS 或者Atlantis 這兩個都可以 好 請你試看看 然後把它放到Schedule裡面去 試看看 好 這是3D的轉換 好